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4号星期三 师傅们昨天回了 所以我今天开始有空了 又可以做回我的八字视频 啊今天呢这个八字啊 他的问题是 请问老师我儿子很容易 吓到是他耳朵很灵吗 还有自从上一次帮他洗澡 不小心拨水 喝到一点水之后 他洗澡下水都会哭 请问这个命盘今年注意什么 请问他是不是容易跟 另一个世界有感应吗 是不是跟另一个世界有感应 龟毛 哎去年出生今年才二岁 小韵不看 小韵不用看 看这个年就好了 我们先看他的本命八字 他的本命八字呢 我们一看就知道呢 他是自己克自己的八字 润归水直接就克冰河 他是自己克自己的八字 然后地支呢 毛虚和 然后呢 硬身笔尖 所以呢 他的本命呢 本质呢 是自己克自己的八字 只要他自己克自己八字的能量没有加重的话呢 那么基本上他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alright 所以今年的后的时候是二月嘛 去年是龟毛 龟毛是不好咯一岁 一岁龟毛的话 水水水水水来克一个火 然后呢 一看就知道不好了 不用看了 然后第二 今年的话 2024开始呢 一个木来 木来的话呢 反而他的日主脱困没事 所以今年呢 他不会有问题 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然后呢 地支的话 应克食伤 所以呢 出现 问题出现在地支应克食伤 虽然说天干已经日主脱困 但地支呢 还是应克食伤 应克食伤的孩子呢 就会比较有一些问题 不过才二岁 问题不是说很大 所以这位妈妈也不会说 不要讲说太过太过太过担心 啊 不会说很大的问题不了的 放心放心放心 OK吗 啊 也不会说他的耳朵很灵 也不会讲说 他可以跟另一个世界有感应啊 这个不是的 没有这种回事 没有这么回事 只是应克食伤 会比较差一点不了 不过小孩子 尤其是二岁的 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可能 讲话会比较慢一点 不过两岁 你也不 expect他能够讲到什么了 明白吗 所以不要这么担心 孩子没问题 啊 然后我们再查他一下 看一看他走大运是几时 走大运的时候 是在十岁开始 心经 还有友经 十岁的大运是心友经 心经的时候呢 就要小心了 为什么 因为十岁到十九岁的时候 经生水来克火 加强水的能量来克火 所以 啊 这个大运呢 要比较小心 不过 要记住 好的大运呢 不好的大运 会有好的流年来帮助的 明白吗 啊 所以当小孩子在不好的呃 大运的时候 在遇到不好的流年的时候呢 啊 父母亲呢 就要多多包容 不要给孩子这么大的压力 尤其在学院上 因为他自己是克自己了的 已经有问题了 你再给他压力 他的他的他的这个压力就会更大 所以呢 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反而他的年份遇到好的流年的时候呢 那么没有 没有自己克自己的时候呢 那么呢 你就要再趁那个时间段呢 多多让他学习啊 多多陪他 因为他没有日主受克的时候呢 他是很厉害的 他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 好吗 所以 呃 曾有的话 硬生比肩克财 克财也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克财不了嘛 小孩子没有财没有财啊 没问题的嘛 像小小孩子 开这块有财也没有用啊 哈哈 好嘞 所以今天这个八字 我们就皮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